无奈张辽 我奉命 什么情况 只见几个大汉纷纷从军营中走出 恨不得吃了张辽 张文远 你们认识 认识 但不熟 只见你在丁面归下故事 难如此 功绩这是怎么回事 一度 此人山床大营 说是之前有支箭矢射穿了他的木兵棋 这 先不说这样 功绩你刚才说木兵棋 没错 可不知是谁扰乱 小子 知道这里是哪儿吗 这里是冀州 你到我冀州招兵 可问过我 问过我大哥 问过二哥 问过在座的兄弟吗 你 张辽背着突如其来的大嗓门 对的是哑口无言 在下也是奉了大将军的命令 也是实属无奈啊 大将军 我管是什么大将军让你来的 既然来到冀州 那就是我家大哥说了算 大将军有令 末将也不敢不从啊 这样吧 文悦 我替你引荐一下我大哥 看看他是什么意思 二哥 你就是干什么 他可是在咱们借助木兵吗 三弟 这个张文元 武力可是不弱 在这几年的相处下 关张二人可是受尽了流氓的熏陶 周幕府 主公 今年上半年 共计木兵一万五千人 如今都在城南军营之中操领 嗯 这次木兵的速度倒是挺快的 主公 二将军带了一个汉子进来 提前让我指挥您一声 此人无勇不凡 应当留下 哦 此人叫什么名字 姓张宁辽 据说乃是大将军何进的麾下 张宁辽 八百砍十万 我生生将江东豪杰砍成江东杰瑞的猛人 快 去将其坏来 是 主公 此人能力不错嘛 嗯 此人名门之后 功满行书 是一员不可多得的良将 主公若是喜欢 可将其留下 末将张辽 见过刘始军 张宁辽 阿将军让你募兵 为何不选在私利 而是在我冀州 可是何进期我年上 始军 把将军断无此意啊 若是始军不愿如此 末将就不再冀州募兵了 你若此时回去 岂不是让人说我家始军不遵朝廷 这 那末将该如何行事 还请始军明示 且在冀州留下 我自当保你 可是大将军若是问起 末将担待不起啊 哼 大将军怪罪你担当不起 某那怪罪 你就担当得起了 一旁的关羽有些奇怪 以往大哥可不会这么行无常 更不会难为下属 难道说大哥果然看上此人了 文远啊 你我多年未见 不如就再且留在冀州 刚好也能与我叙叙旧 这 那里 好吧 我怎么好像被绑架 主公主公 出事了 元昊 何是如此精华 陛下 陛下叫崩了 什么 主公节哀 我 我没事 流氓仰起头 一滴眼泪从眼中流出 流氓活着的时候 他固然不敢过于放肆 但流氓死了 他的靠山也就没了 主公 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 冀州还需要抓紧布局 布局 莫非他要做什么事情 使军 在下 是不是应该先回避一下 不必 你是何进手下 此时何进恐怕已经归天了 什么 波曹 这个是要把我绑在他船上了 船里 通知各郡郡手 引他们前往夜城 就说我有大势相杀 随后 流氓又下达了很多命令 主公 你是想让他们交出兵权 来稳固济州 没错 这恐怕有些难啊 哼 不交也得交 济州必须是铁板一块 谁敢不来 不择日必到 是 主公 陛下驾崩之事 从洛阳传到济州 需要数日之久 弄不好啊 董卓都已经携天子以令诸侯了 流氓猜测的不错 事情正像历史一样发生着 不过 却有一人因为流氓 逃了出来 和皇后 现在的太后 数日后 事情发展的迅速 面对流氓用一个太守性命的路程 冀州八个郡纷纷交出了自己的兵权 流氓的兵力也是达到了五万 很快 此事就传到了董卓耳中 什么 这毛头小子竟有五万人吗 他哪来的那么多人 岳父 此人不得不放啊 不能让他再这么轻易的发展下去了 那你说怎么办 小须建议 北辞子下一道圣旨 将其换来京都 赖了皆大欢喜 不赖 咱们也能谈个虚实 好 就照你说的做 记忠物流氓皆旨 你 你就是这么截止的吗 给你站着念的机会你不念 非得跪着念 我念 不错 是个人才 冀州目流氓 劳苦功高 建峰 流氓为票旗将军 即刻入京 这董卓李如 为了让我进京 还真是能编 我私自扩充军队 竟说我有功 我要真进了京 还能活着出来 不过如今董卓已经开始玩这手了 想必流便应该已经下台了 烧了吧 一张碎纸罢 什么 流氓 你竟敢烧毁圣旨 你这人真烦 把这个狗头砍下来 让他随行来的人带回去 早就听说 死的性情乖张跋扈 没想到竟然嚣张致死 不气不气 不过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矛头小子 如此跋扈之人 沉顾了气候 启禀相国 曹操前来述之 曹操 快让他进来 那小讯先退下了 然而 只见曹操怀中藏着一把刀 大步走向店内 历史上精彩的一幕上演了 莫德 你干 你